同学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学习应用发纳科工业机器人仿真软件 来构建典型的搬运工作帐 我们通过仿真软件来学习后续编程指令的相关应用 首先我们在桌面上先打开发纳科的仿真软件 在上节课当中我们已经学习过了如何安装这个软件 同时已经学习了如何构建仿真软件的工程 那么今天我们就以典型的搬运工作站为例 来介绍如何的通过仿真软件构建典型的工作站 首先我们点击New Cell这个菜单 新建一个搬运工作站的工程 步骤 我们来看我们来顺便复习 首先第一步是选择典型的应用 我们选择搬运 紧接着我们为工程起个名称 我们就把它起名为搬运工作站 这里我们起英文名称 好的 下一步 我们选择第一个选项 创建一个新的工程 接下来我们选择软件的版本 我们在这里要跟我们实际实验室当中应用的 试教器上的软件版本要对应上 在这里我们选择8.3这个版本 好的 我们在这里要选择的是搬运选项 接下来我们选择我们所要应用到的工业机器人 我们找到我们这一款N-10IA12这一款机器人 好的 选择下一步 好的 这个额外的选项我们没有加额外的 器件我们就不需要进行选择 直接下一步 在这里我们需要做一个选项就是语言的选项 系统默认状态下 它的选语言选择的是英文 所以我们把它去掉 改成中文 接下来把英文选择为第二语言 好的 这是我们对这个工程项目整体配置的一个汇总表 我们检查完以后没有问题 我们选择完成 好的 好了这是选择正常 我们选择一个正常的底板 选择第一个 第二个我们选择第二项 选择我们这一款极限的模式 回车 然后这是个电缆的一个选项 我们选第一选项 选梦泽 然后这个是选择这一轴的一个旋转角度 我们把它选成第一个选项 好了我们完成了初始配置 好了 现在我们已经看见我们已经把典型工作站 搬运工作站的工程已经建立好 途中已经出现了机器人 那么我们通过鼠标右键可以调整机器人的视角 然后按住坑壽键加鼠标的右键可以移动这个视角的位置 大家根据需要自行的调整视角和角度 我们看到我们建立起来的这一个机器人 它是自带有工具的 那么这个工具不是我们需要的工具 我们可以通过这样一个选项 我们选中左侧的菜单 找到机器人 然后选择工具 然后选择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来 它是在第一个工具坐标系下 安装了这个工具 我们把它清除掉 点中它 单击鼠标右键 然后选择清除这一个工具的相应的参数 然后选择是 好了这样我们就把这一个工具给清除掉了 清除完以后我们如何构建一个典型的工作站呢 这就需要我们从外部导入我们需要的工作站的模型 我们先前已经通过三维的机械设计软件 已经把我们典型工作站的模型已经建模好了 那么在这里我将这一个三维的模型 已经把它导入到相应的文件夹里面 我们看到它的文件夹文件的后缀名是IGS的文件 因此我们需要在三维软件当中将建立好的模型导成IGS文件 这是关键只有IGS文件才能够导入到我们这个仿贞软件当中 这是大家要注意的 好接下来我们将这些已经转换成IGS为后罪名的文件 把它导入到我们这个工程当中 首先我们在这里看见有三个选项 我们选择这一个选项 F-I-X-T-U-R-E-X这个选项 那么这三个选项在后续的课程当中 会有专门的仿贞软件的课程 给大家来详细的介绍 如何构建仿贞软件下的这些选项的应用 那么在这里我们只是为了配合编程的使用 我们只是简单的对它进行一个应用 大家只需要了解 单机鼠标右键 有一个增添这一个选项下的模型的一个选项 我们选择Single CAD Fill这个选项 点中它了以后 我们看到我们找到刚才我们 把这些模型拷入的文件夹 首先我们先导入的是标准工作站布局的文件 选中它 点打开 这个文件非常的大 所以说导入的时间有点久 因此需要进行一定时间的等待 好的 现在我们已经将我们这个模型导入 当导入成功以后会在界面上显示标准工作站布局这样一个菜单选项和参数设置选项 我们看到在这里我们是没有看见我们导入的模型的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两个软件还有这个模型是不在一个同坐标系下进行构建的模型 所以说它的坐标远点会发生偏差 那在这里我们先把这个选项给关掉 我们按住Ctrl键和滚轮键 把屏幕缩小 然后调整四角的位置 继续续继续把它缩小 然后我们看到在屏幕的这一个位置出现了我们导入的工作站的模型 然后我们把它拉大 按住Ctrl 加鼠标右键 找到合适的位置 然后再按住滚轮键把它放大 我们看到这是我们导入的模型 那么我们怎么才能够把这个模型调到我们想要的位置呢 我们找到这一个模型的菜单 双击它就是刚才谈出的这个菜单项 这里会出现这个选项 这个分别是对应这个模型xyz三个方向的当前坐标值 以及相对于x轴 y轴和z轴的旋转角度这三个 大家要注意 然后这一个菜单的显像是 这个模型相对于x轴的比例 缩放比例 现在我们都是按照原始的1比1的比例进行导入 好我们接着来调节这个模型的位置 那么我们根据调整 我们可以事先的把它旋转绕着x轴 旋转90度 好了我们看见它又消失在屏幕上了 我们继续按照刚才的方法 我们看到它已经旋转90度以后 模型已经位置已经变到这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 然后它的位置和我们机器人的朝向还是有区别的 我们继续调整它的旋转角度 我们让它绕着z轴旋转90度 好了我们看模型在这个位置了 我已经找到这个模型 好了现在它的角度就跟我们机器人的位置是一样了 好了我们继续调整它 在这一个平面上的xyz的位置把它移到我们这一个工作界面上去 接下来我们把x轴转位置调成负的5万 好了我们看到这个模型已经过去了 已经到了我们想要的平面上了 好了继续把y的位置调成2000 好了我们把z轴转的位置调成10毫米 好了这样看我们这模型就已经把它调到了我们想要的工作面上了 设计面上了 好了现在我们发现我们机器人的位置是跟这个模型的位置还没有对应上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需要对于机器人的位置进行微调即可 好了我们点中机器人弹出了机器人的坐标 我们把它拉 把机器人的位置按照这个模型底座的位置往上拉 调整到合适的位置 调整到合适的位置 好了这样我们就把标准工作站的模型已经顺利的导入 当我们在调整机线位置的时候我们发现机线的姿态发生了变化 那么后续我们将会通过叫点的方式把机线的姿态给调好 那么我们完成机线位置的调整后 我们把它锁定 需要把位置进行锁定 免得后续误操作我们会再次挪动机线的位置 会对整个操作产生影响 我们双击机器人 然后弹出这样一个界面 然后在这里有个菜单选项锁定机线的位置参数 这个选项我们选择应用 好了我们发现坐标器变成了红色 那么就证明我们移不动机线了 我们在屏幕上想要移动它是没办法移动的 好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机线的姿态发生了变化 我们该怎么调整呢 我们在菜单选项当中 在这里有一个类似于视觉器图标的一个菜单 我们点中它 然后把它拉上来 在这里我们需要给机线的位置定义两个点 怎么定义这两个点呢 首先我们选择机器人视觉器上有个Date按键 我们点中它 然后在类型选项当中选择位置寄存器 好的 我们通常情况下 我们机线的位置信息是通过位置寄存器来进行存储的 后边的内容会详细介绍 我们今天只是 简单的对两个位置点进行一个设置 然后在视觉器上有个位置选项我们选中它 形式选择关节 然后选择继续 然后这里显示了Z1到Z6轴 机线六个轴的 位置的一个信息 在这里打信号 代表着没有进行设置 和定义 那么在这里 我们手动的 把极限的初始位置 把它设定为P2E这个计存器当中 那么通常定义为 极限的初始位置是 Z1为0 Z2 Z3 Z4 都为0 Z5 负910 Z6 为0 好的 完成了以后 点 完成 那么这个P2E就是我们已经定义好了机器人的一个初始工作位置 我们还需要在P2E这个存储器当中定义机器人的原点位置 我们按照刚才的方法进行重新的配置 形式 关节 继续 然后 机线的初始位置把它设为所有的 关节的值都为0 好的 点完成 那么在这一个状态下 我们完成了两个位置 存储器的 位置信息的设置 接下来我们简单的建一个程序 在 机器人的试教器上我们选择Select 这一个选件 然后选择创建 这里弹出这样一个创建TP程序的 界面 我们把光标移到大写 然后我们把程序的名称命名为 搬运工作站 好的 点两下 是B 然后 这是Y 搬运工作站 名字起完以后点 试教器上的 确认键 好的 这样就把程序建好了 然后选择编辑 进入了以后 我们看这里这个界面当中 会出现点和Touch 两个菜单项 我们选择点 在这里我们先选择第一项 这一开头的这一个动作选项 到后面我们会详细的介绍 这些指令的应用 在这里我们只是要按照步骤把它建好 把光标选中P1这一个 目标点 然后选择一个 选择一个选择菜单 选择P2 然后把刚才我们建立好的位置存球器把它导入进来 那么这个意思是通过关节指令把机器移动到P1这个位置它的作用 接下来我们建立第二个点 同样的方法 然后把 计存器修改给为P2 好的 在这样我们就把两个 位置点给建好了 接下来 我们需要对机器人进行一个移动 怎么移动呢 首先转换开关要把它打到on的状态 然后机器人的运动模式 我们把它进行选择 把它选择为单步 在这里我们选中这一个step键了以后 这里选择单步 好的 我们按住shift键 这是跟我们实际操作机器人的步骤是相似的 我们在实际操作机器人运动的时候还需要在背部按下黄色的使能键 好了 我们选择一个FWD这个选项 好了我们看 机器人已经恢复到了 这一个标准的工作姿态 好的 接下来我们通过POSN这一个键 是可以看到机器人当前的位置信息的 就是J1到J4轴为0 J5是-90 J6是0 好的 接着我们导入另外两个我们所需要的模型 这个导入模型是还是有一些技巧的 我们首先要导入一个我们后面要用到的一个过曲线的手爪 这个手爪的导入 我们是需要机器人在位置为所有轴都是0的状态下进行导入的 所以说我们重新选择Select键 选到刚才我们所见的程序 把光标移动到第二条指令 然后按住Shift键 选择FWD 然后选择4 选中屏幕上的确认键 好的 这是所有关节都为0的状态下 紧接着我们再选中机器人 然后打开这个Tooling这个菜单下 选择第一个选项 这是配置第一个工具坐标 单击鼠标右键 选择Add Link这个选项 找到CDFill这个菜单 然后把我们视线已经拷贝过的模型过曲线手爪 双击把它导入到机械当中 好的我们将它放大 看见这个手爪已经导入了 我们对这手爪要进行一个调节 我们偷住这个手爪的坐标 这个绿色的是这个手爪的坐标 偷住它让它按照SYZ方向 进行一个位置上的调整 好的我们把它调整 好的这样就调整好了 这个手爪大家在导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把机械调试到 Z1到Z6轴都是0的这个位置上进行导入 这样是比较好调整这个手爪位置的 这个大家要注意 好的现在我们开始来锁定这个手爪的位置信息 它的方法跟机械的锁定方法是一样的 双击这一个手爪 然后选择Link CAD这个选项 然后选择锁定位置参数这个选项 选择应用OK 好的我们看这个绿色的坐标变成了红色 就表示我们已经锁定成功 手爪已经完成导入 下边我们来导入后续我们编程和调试 需要用到的一个模型叫翻山越岭模型 它的导入方法和前边标准工作站布局的导入方法是一样的 首先我们在Fictures这个菜单下 单击鼠标右键选择增加 选择单独的CAD文件 然后找到我们原先存放模型的路径 找到翻山越岭这个模型 选择打开 好的这样这个模型就已经导入进来 这是这个模型的基本设置菜单 我们首先先找到这个模型 因为这个模型在进行三维设计的时候 与我们这一个软件的坐标点是不一致的 前面已经讲过 所以说它并不是一导入就来到 这一个软件的坐标原点 所以说我们需要在屏幕上找一下这个模型 好的我们看到了这个模型在这 那么可以通过拖动SYZ的坐标的方式 把它拖到我们想要的位置 把它放大 我们看到这个模型 它的朝向与我们想要的朝向是不一样的 因此我们需要通过调整它的旋转角度 来达到我们想要的朝向的目的 那么怎么调整呢 我们双击这个翻山越岭模型 然后我们看到我们现在是需要让它沿着X轴转90度 好的我们再让它沿着Z轴转90度 放大 好的我们看到了这个模型 这个朝向就和我们机器人就相对了 因此 我们就把它的位置调试成空 紧接着我们看到这个模型的颜色 是跟背景颜色很相近的 因此我们看的不是很清楚 我们在这里把它的颜色给调节 我们在它的菜单设置下 选择CD旁边的这个颜色调试键 然后我们把它选择一个 比较显眼的颜色 好的 这样我们把这个模型的颜色调试完毕 紧接着我们通过拖动 坐标的方式把它拖到我们想要的位置 我们先沿X方向拖 好 好 再沿 方向拖 向下拖 好的 这个位置差不多到达 我们想要的位置了把它拉近 放大 好 好 那么把它对上这些安装的孔位 然后锐方向还需要 好的 这样就把这一个翻山越岭的模型 已经放到了我们在这个工程当中想要的位置 紧接着我们重复前面的步骤 把它的位置参数固定 双击 然后显示出它的配置菜单 我们选择锁住位置参数应用 坐标变成红色 那么配置完成 好 本次课内容就讲到这